Joy to the world The Lord is come Let us receive our King 菅哥沒有來 我模仿他一下 秀里只有四個字 菅哥最強 就只有四個字而已 我剛剛其實有遇到他 我可以跟他講 他說我要不要這樣講 你看過了王世堅 對韓國瑜的直訊之後 你就會知道 然後你看到25個莫迪 真的是 其實我覺得 我不會去約語或是嘲諷 這20幾位的民進黨市議員 他們真的應該讓王世堅 給他特訓一下 但是我從我的旁觀者來看 就是為什麼王世堅 他的質詢的過程會 大家現在網路上都普遍來講 王世堅好像委員 一個打20個比他還一強 為什麼 因為質詢的過程 你也有依然蹲挫 你可能先循循善誘 韓市長我怎麼樣 我肯定是什麼 但是 他忽然就變成大聲 你要有高低 這樣大才吸引 這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今天的狀況我也必須說 我就不點名了 因為我有全程看了 因為是第一次 有那麼多人在看 你看他們一開始 光是海豹跟氣球 就搞了大概兩 三分鐘 我只注意到這個 議長都說要開始了嗎 然後 有點緊張 我真的講 大家回去重看 我在節目上不要點名 有搶話 就是當一個議員還在問 另外一個人 好 王王 因為大家都急著 這樣就漏掉了 應該是 我覺得應該大家都站出來 然後如果裡面有像大佬這樣子 口才非常好的 舉派代表可能三個或五個 去問就好了 不要大家在那邊輪流 在那邊一直想要講話 第三個就是說 你問的問題 這位議員其實我真的 我有聽到這一句 但我現在還不確定他是誰 看我這兩天都知道的話 記住他的大名 也不要說沒有名字 我真的驚呆了 就是說如果你敢選前蔣 九二公司的話 你就掉30%了 我真的當場驚呆了 我就看了說 因為明明就是在選前的時候 在友台的辯論會上 直接回答陳其邁的問題 而且媒體都包那麼大 而且變成是一個重點 就是他很認真 韓國瑜第一題就回答了 第一題就說 選前我就承認九二公司 他連韓國瑜再回答 他也沒再聽 他原本的題目照念 這個題目可能是幕僚安排 那我就照講 可是問題是 韓國瑜明明就是讓大家 覺得很驚奇的就是 在高雄講了九二公司 還能當選 所以高雄是不是也已經變了 那既然還用這一題 這第三點 還有第四點就是說 過程當中 大家可以發現 所提出的問題沒有陷阱 也就是說 就算是九二共識 韓國瑜自稱 第一題就這麼嚴重 就算他這樣回答 可是他根本不怕你 因為你講的九二共識 跟我想的不一樣 我又不是會認同 九二共識等於一國兩制 所以這不是難題的情況之下 其他題目不漂亮 為什麼 因為十幾項列在議會的 大丁之牆的政見 你在他上任不到一個月 就一直問他說 你現在是不是跳票了 所以說實在 他今天不在一起 他就說跳票了要戳破 今天就是為了戳氣球 他說可以不可以 就一直這樣回答 可是觀眾朋友 再怎麼講 有沒有連任 夜市的射氣球比賽 有沒有連任先不管 至少四年才到 你今天如果說 到了市長的可能哪一 或是你告訴他說 這些東西 請你告訴我你的時間 或是直接問 迪士尼也是一題 問他說你從上任第一天 到現在已經過了幾天 我會算 請問韓市長 你開過一次迪士尼的會沒有 你接觸過任何 跟迪士尼的人沒有 就這樣問 這會比那個 你這個迪士尼跳票了 你是不是跳票了 然後他也沒回答 戳 戳 所以 沒有 因為其實韓漢過去 就是跑市政府 市政新聞就是起出身的 這20個都菜鳥嗎 沒有 可是他們過去可能 過去可能真的沒有 他們以前不用質詢 沒有那麼多關注 過去12年已經荒備質詢的角色了 以前是歌功頌德 所以不要苛責他們 他們沒有經驗 他們現在不能夠講 韓國瑜的好話 突然今天不知道怎麼講 所以正在記者立場來看 因為過去我是 而且我之前就是專門採訪 台北市政府跟市議會 我們在市議會在上面看 有時候一個下午兩三個小時 好幾個質詢組 到底一個新聞 電視台新聞到1分30秒而已 到底會用哪一個議員的質詢 他不只是只有衝撞或大聲就好 你還要找新聞點跟梗 這一次的話可以說 一開始可能他們也太緊張了 後續應該會越來越好 禮拜天就可以看出答案了 其實當然我已經有答案了 我已經都已經講那麼多次了 對不對 你根本沒有要等到禮拜天的意思 但是還是為什麼講 禮拜天不是沒有到 因為禮拜天就是 陳其邁的 他的岡山的招式大會 就是這一場已經擺給你看 連素食店都跑來搶生意 剛剛大佬講那個 我跟大佬報告一下 這是看法 因為也請了很多的 我的認識的記者 跟現在網路上很多的義勇軍 他們都會密切 你看我很多影片對不對 都他們傳給我的 陳其邁的廠 在之前的這個奇美那邊 外面的攤商的生意 跟韓國瑜在高美宜磚外面的 我都戲稱叫墾丁大街 有些人都誤會了 那裡不是墾丁 那裡是美農的高美宜磚 搞了一個一公里長的 兩邊都是發動機全開 賣一整個晚上 像是夜市一樣的墾丁大街 生意是有很大的差別的 有兩邊都有大街 很大的差別 兩點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我之前在這邊 講過生吃質量 為什麼 就是一樣有人去買 可是那個比例大概是 可能差到三四倍 第一個就是 陳其邁的這個動員 這個沒有任何褒貶之意 我相信 王精品這三場當中 可能也部分的人有 如果說是請遊覽車 比較遠再來 可能也提供一個便當 一個水 但韓國瑜自己是只有給 國旗跟礦泉水 這兩個 因為已經吃飽了 吃飽了又去飄鹽牆 沒有 我已經吃飽了 第一個 第二個 我跟大佬報告就是 年紀比較長 年紀比較長的人 他不會說帶著小朋友的人 去又要棉花糖 又要豬血糕 又要飄鹽牆 又要來一個珍珠奶茶 他不會這樣亂吃 比較鹹 也比較鹹 也可能比較鹹 但你說六七十歲的這些長者 大哥 大姐 他們都已經吃完便當 你還要再去吃一個炸雞排 他怎麼能吃得下 所以他的生意量不一樣 左下角這個N牆打 我昨天算1500 結果後來有人去訪問 他是說3000 可能後面還有沒掛出來的 3000賣完以後2萬 因為活動才進行到一半 他就賣完 所以基本上那個量是非常驚人 他只是一攤而已 所以從這些攤商 最後的幾天我們沒有民調 可是這就是民調 所以我說 因為市已經到這個程度了 這個場合昨天我們 晚上在深厚龍跟大家報告 就是他不是一個很漂亮的一個大場 中間有樹 然後又是鹿 所以他也是兩邊分開 又有大概三分之二的人 根本看不到黃國瑜本尊 只能夠看大螢幕 只能聽聲音 都在嗨 大家看一下這個影片 因為其實我也不用多放一個就好了 從台上唱到台下 從散場唱到車站 從車站唱到樂台 從樂台唱進車廂 到了車廂裡面還在那邊唱 有沒有 你看 整個都瘋魔狀況 這個就像開完大聯盟 負責新的那個 你看 好 預備 拒絕你的用手 一號 拒絕你的抓手 車廂 是在包廠的概念嗎 對 包車廂 他在車廂裡面包起來 我們都是去參加一個才會回去 對 拒絕你的抓手 整個高雄街非常多 昨天晚上至少超過二 三十支 因為到處有人拍 樂台上面前後唱 這個已經是離開 因為我們上個禮拜有跟大家講 就是成績賣的場 我看他散場之後人沒有那麼多 那是一個觀察點 攤商賺的錢 他們自己會去顧量 那是一個點 散場之後的人的量跟人的情緒 那更是一個點 當你在一個很激情的活動之後 你已經離開 你已經看不到你的目的 就是那個韓國瑜 已經超過了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你的情緒壓不下來 這個人不是安排在暗裝 他就是一起搭去 因為太多了 到處會 這種狀況就會變成是一種瘋魔狀況 當然他有一天熱情會慢慢退下來 特別是一點我特別提到 就是如果韓國瑜當選 我認為他會當選 當選之後他沒有 有感的讓大家感覺說 生活有改善 可能東西賣 他就會馬上會被 會有反感出來 這是一點 這是韓國瑜要面對的挑戰 因為時間只剩下最後這九天而已 鋼山的場擺在這邊 然後馬上你要後面 你必須追加 我覺得太辛苦了 因為現在我相信整個民進黨 包含蔡總統跟陳其邁總部 他都勢必得不能夠漏氣 禮拜六下午還有一個滅火器 要幫他唱歌 所以各自都有一場 禮拜六 但是他不只是右勾拳 他是右勾拳完 再來一個左勾拳 因為在禮拜天 11月18號的 陳其邁的鋼山的晚會之前 他有兩場的障礙擺在那邊 就像我們講說有一個什麼 Monster 波斯頓球場的大的拳擊打槍 你打不上去 碰到就算拳擊打 兩場 一場鋼山 跟禮拜六的超級星期六 這兩場的 韓國瑜的造勢大會的 那個規模跟熱情 擺在那邊讓你比 你必須跟上來 你一不跟上來 你就會整個氣勢潰散掉 所以我才跟大法講說 我的看法是禮拜天 禮拜天晚上的 陳其邁的造勢大會 要是跟不上這樣的氣勢 或是這樣的熱情 他就會潰散掉了 我覺得香腸的銷路 類似其他臨時的銷路 除了年紀以外 我想心情好壞有關係 心情好才會想吃香腸 你心情好 想吃的東西 就餵要自己 餵要小孩 如果你去的話是擔心的 吃不下 心情不好吃不下 胃口不好 心情好要請人家吃 對 我再補充一點 這個東西會是這樣 因為原本韓國瑜是只有空軍 就是網路上的聲量大 發燒影片等等 可是10月26號的鳳山 那第一場 展示他的陸軍之後 像今天我們也在討論對不對 然後網友也在傳 就是他的這幾場造勢 在國際大會的那種盛況 又從空巨又回到陸區 因為大家可以看 然後那些攤商也是重點 因為攤商基本上 不會是大高雄地區以外的人 你說他從台中 再香腸去高雄賣 我不知道 應該是高雄人 他有票 然後他在這兩場當中 他做了比較以後 他發現說原來這個人帶財源 這個凸子帶財源 他這個讓我賺到錢 他的這種心情的轉變 他會影響他身邊 可能自己信念都會改變 我當民進黨當30年 當一世人 至少他可能就對民進黨的那種 改變一下又何妨 民主的價值就是人民做主 就是本來就是可以輪替的 現在輪替給韓國瑜 之後韓國瑜做不還可以輪替回來 也沒人會怕 可是民進黨卻用這個牌去告訴你 沒有 韓國瑜做得高雄的完蛋 這種恐嚇牌跟所謂的 什麼10億的人民幣 軟心天 印明天 那個叫印明天 這種東西反而沒有效果 不會有效果 蔡英文會不會是第一個 不能連任的總統 我對這個 那個年輕感 那個細節大家都可以討論 我倒是覺得 對蔡英文來說 我還滿同意會跟剛剛講那一句 即使2020年我會敗選 可是我一定要當民進黨的參選人 我敗選沒關係 我拚到最後一刻 人總會輸 可是我如果連黨內初選提名 我都倒下的話 我全都跑掉 所以我現在要排除一切 他是要拚一個吳英寧的性格 現在大老所分析跟觀察到的 好像沒有新風協議的那一個 可能是暴風雨前的寧靜 我必須要講 因為每一個人的狀況不一樣 我已經多次講說 我在觀察政治的時候 評論員 我們在場 各位有的是像玉米姐是 小敏是委員 像我們是評論員 我們沒有設政治 在高位的 馬英九或者是蔡英文 然後跟選民都是不同的看法 這一次我昨天在聖後榮 就是惠文哥這個位置 我就講 現在民進黨內有謀示 測試跟戰事 你以為蔡世英她是誰 給她500架出來講嗎 劣勢 她想說我戰事要變劣勢 我要倒了 我當然知道民進黨 2020不會選贏 可是在一場廝殺之後 可能60席的民進黨立委 變30席 我會不會是那30席 還是倒掉的那30席 我想活下來 我要活下去 這個時候那個力量 就會完全不一樣 蔡世英會活 對 所以現在就是重點 你是因為他開了那一槍 你覺得他會活 然後我們現在站在賴清德 我們站在賴清德的想法來講 如果我提了 我不要當行政院長 像那天第一天 我跟林立法委員的看法 還有點出入 我提了 小英真好讓我真的就把我換掉 OK 我開始我就要全台中State 我就要去選總統 對 我要去選總統 我黨內我跟你 因為我不是你的人 我不是你的行政院長了 然後黨內有人說要改革 隨便一個人 或許顧寬明或任何人 愛我 我挺賴清德 他就出來 誰跟你講民進黨內是同俄競選 為什麼不能有另外一組人 這個時候就可以競爭了 好 這是一種 一種是我留下來 我當實質的隔魁 你變虛偉的總統 不是我逼你 慢慢你就會是 蔡英文幾個點 他的這個演講 我覺得非常失敗 因為過去有這麼多的機會 他在講 光是那個惠英哥講的說 大家沒有跟上來 你就是有一個階級的落差嗎 你們其實都不懂 我做那麼好 你們就不給我選票 因為你們囉 因為你們不懂 好 這第一點 第二點 剛剛所講的 馬英九也犯了一樣的錯誤 那時候我當總統的聯會會長 我也當面跟他講 你不可以這樣 太陽花的時候 你要面對國際記者會 你要問到保 因為你一旦不問到保 後續沒有辦法宣洩那個情緒 你要去跟他們見面 這樣一話都去了 被殺人 至少大家覺得你有誠意去 簡單講 蔡英文總統的告別演說 蔡英文主席 他的主席在中常會的 主席在告別演說 他有沒有還在看 大家去看 民進黨中常會 以前我也跑過民進黨 在他那個酒流的大會議室 他有個花圃 大家去看 他下面有一個 是那個叫什麼牌子的 我還知道那個牌子 電視機 很大台 42吋的 這樣看 我們的未來 我們怎麼樣什麼的 你還在看 你的演講沒有任何的溫度 韓國瑜在高雄演講 我講的鳳山章礙 他有沒有在看讀稿集 今天一個領導人看讀稿集 一個總統 一個黨主席 你在那邊看讀稿集 你就沒有 你就要落差了 第二個 你有沒有立刻改革 就是讓所有的媒體進來 全程看我們的過程 你動作沒有擺出來 再接下來我接受QA 而且你當一個總統 問到寶 你黨主席 對 要問到寶 你黨主席的位置辭掉了 你現在還是總統 現在這兩天 高麗菜的問題還沒有解決 你有沒有講完了這個 我辭掉黨主席 我立刻脫掉我的外套 我把袖子捲起來 我立刻去產區 看看高麗菜的問題 你馬上加分 你不用去排除障礙 你也不用找蘇嘉全 來幫你當你的黨主席 你只要把明星抓回來 你就不一定會輸 2020不就是剛剛賴老師講的 還不一定 還要看國民黨提的是誰 可是他都沒有做 他一樣躲在後面 一樣看讀稿機 一樣低頭沒有看觀眾 像我現在 如果說我來錄聲喉嚨 我全能盜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韋翰 下次不要請這個來賓 要看的觀眾的眼睛 情人也是一樣 你所以有女朋友 看賴老師的時候 老師 玉樹林峰 對不對 所以重點就在這裡 你一定要示範嗎 蔡英文他朋友 你可以示範玉銘這邊嗎 小米不行 小米是女神 我們不可以亂來 所以我意思說 蔡總統她還是沒有 這個不一定是權力的傲慢 而是她的生活經驗 她不知道怎麼去接觸 真正的人民 她都用辭早而已 對 我還是那句話 十幾年前在立法院的時候 那時候我在採訪的時候 立院的白玫瑰 那個時候在跟國民黨的 這些委員 在這個有關兩岸的問題 九二公式等等 她沒有在看稿 她的言辭非常的犀利 而且立刻有回應 可是現在的蔡英文 沒有稿子不會講了 然後隨便向後一退 就整個坐倒在地上了 她已經不是以前的蔡英文 她以前言辭沒有這麼的 必須看讀稿機 當然也問過了她的幕僚 包含姚仁多 包含林警察 他們說因為後來 她太覺得應該這樣 最後一里錄的那一個演講 就是說我們直察最後一點 在新北市那時候 她選舉的時候 反應效果很好 所以從那個以後 也就是201年8年前 8年前的蔡英文改變了她自己 因為這樣她選上了總統 也因為這樣她大敗 而且她可能還要再敗 不過我想問你之前說 這個敗選之後 蔡英文會變成虛偉的總統 賴清德變成實權的格魁 但是當她宣布 蘇嘉全要接黨主題的時候 你還這樣認為嗎 我還是這樣認為 我剛剛已經講了 就是暴風雨前寧靜 你以為賴清德 他現在繼續接這個行政院院長 是等著什麼 你大家去想賴清德 他現在他是真正擁有行政權的人 而且他是真正 可以在立法院表現的人 他可以跟立委有尋答 蔡英文他在做的 都是大家想像得到的 陳菊行賣照 新領導師 在我旁邊 姐 你不要走 然後黨主席蘇嘉全 我最信任的人 連立法院長都可以拔掉 不做去做我的黨主席 幫我排出障礙 吳英明 你也可以洗洗碎了 那就是只要市政府的人 等一下一舉手 他就沒了 但當然新的總經理不會出現 可是就會先確定一個事情 就是吳英明要下來 至於總經理 農委會之後再提人選 先讓大家淘汰 好他已經下去了 可是明天以後的總經理 還是吳英明 因為他要等到新的人員出來以後 再交接 他在做這些事情 他以為他可以繼續選2020 可是我剛剛講那幾點 只要他沒改 光是一個看鏡頭 不看讀稿機 只要沒改 他來選還是一樣選不贏 可是賴清德他不是只有一個人 他背後有賴清德等的勢力 希望賴清德上來的 而且還有對民進黨有熱情的人 不是不愛凱撒 但是我更愛羅馬 眼看蔡英文出來選 應該也輸到蔡英文的情況之下 民進黨那一定會有 希望能夠換人的聲音跟力量出來 這點我非常見面 你不會去蔡英文 你的意思是這樣 我跟你講 我補充一下 蔡英文繼續出來選擇的可能性 我還是講不大 還是不大 我覺得賴清德不是 要他下來的那個人 我覺得他現在企圖心沒有那麼大 何必壘 一定輸的 要他下來的說 我們換賴清德好了 是什麼 是這個50多個現任的區域立委 這個50多個會說 賴清德你來帶我們 我們活下去的希望 要比他來得好 秀蘭姐我補充一句好了 你剛剛不是說現在都很安靜嗎 大家都不想要 發出這個聲音 因為我說明之後 大佬的看法也有點改變 所以你調整了 因為死期還不到 所以越接近死期才會知道 到底大家會不會 為了自己活下去 我補充一句 這個是一個不是很好的例子 講了以後國民黨的朋友 可能也不高興 就是換柱 當時其實也是因為 國民黨的立委們 普遍真的認為說 讓洪秀柱選總統的話 我們會全倒 當然後來情況也不好 35席而已 可是由下而上 李良是很恐怖的 朱立倫也不很想選 他也沒有很想 同樣的賴清德也未必很想 可是他是一條路 難道他還要繼續幹隔壁 幹到2024嗎 所以基本上對他來講的話 他不可能幹隔壁 所以如果蔡英文還要再選的話 對 我的意思是說 我現在幹到2020 然後蔡英文選上我幫他 然後我繼續幹到2024 這是賴清德最好的路嗎 他也會去想 是沒有這條路 最重要是現在的立法院的 民進黨的立委 他們會不會做事 讓現在這個局局走下去 還是會翻 很快就會有答案 韓國瑜的太太 他叫李嘉芬 他今天早上跟蔣萬安 去市場敗票 我用兩張照片看一下 他還安在 他沒有被刺向心臟 他雖然當時韓國瑜有 但今天早上 這是今天早上最新的照片 他跟蔣萬安去掃市場 他沒被人睡到一半 他就獨心臟撞去 沒有 他還在 那他 其實秀琳姐的這個 已經告訴你背景了 他如果沒有做話 跟大家說明一下 他追女朋友的時候唱的歌 這個歌對我來講 就是他唯一會唱的歌 不然他為什麼他唱夜席給女朋友 因為他不會唱別的歌 剛剛你講 我跟建哥報告 民國51年的時候 成立了一個軍歌創作小組 一共創作了41首 在軍中大 我有一支槍 九條好漢在一班 夜席都是那時候當時創作出來的 我相信建哥你也會唱 你們剛才還說 那時候蔣公已經不在了 蔣公後來不在 蔣公已經在 蔣公可能不會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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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念軍校 蔣公記得很清楚 他念軍校好像 所以 所以建哥我有管理公道嗎 我覺得說共產黨上來了 希望抱共產黨大腿 就把蔣公拋出腦袋 我覺得這樣講太多了 不需要這麼對立 其實 對 我跟建哥講 因為他就選夜席 然後他到那一天以後 像舒嬅是昨天主持人 所以有人說 他是在跟高雄市民求婚 對 可能是求婚 而且對他來講 他是一個會讓他成功的歌 高雄市民 你就跟他跨個廢墟的心臟 不選我 我就半夜信號一響 我就刺下你的心臟 他要怎麼刺下選你的心臟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解讀的問題 因為其實我覺得 有一點很重要就是 孕彭也是老朋友 沒有必要去解讀別人的歌 像那一天一屆的大會 在漢來的酒樓 龐國瑜沒有受邀 大家有看到影片 最後就他在唱歌的時候 下面沒有人跟著唱 他唱明天會更好 是陳其邁 也可以去解讀 龐國瑜沒有批評 他可以批評說 你高雄已經執政20年了 你還明天會更好 你現在就應該很好 應該昨天就很好了 但問題他也沒有去質疑 就是為什麼你陳其邁唱這個歌 不唱那個歌 所以基本上把唱這個歌 當成是要殺人 然後說是要吃屎 這些東西其實都是罵人 我沒有講屎屎 那是孕彭講的 他也沒講 他已經道歉了 跟著一起唱的人 他是在罵那些跟著一起唱的人 孕彭已經有對這個事情置疑 他也覺得說可能不宜這樣說 也就是說現在的這個選舉 剛剛賴老師在講 就是高雄市民是想要看說 我有沒有辦法改變 我也可以繼續算陳其邁 陳其邁有可能當選 但是不要告訴我說 今天如果我選了 你如果選那個人的話 你會死得很慘 就沒有必要去批評別人 這次韓國瑜 這一點他做得比較好 他沒有去批評什麼家人 什麼岳父是殺實業 還是殺人業 他也沒有去講陳哲男 是這一點 我補充一點 他怎麼沒講 你們謝功有講 他有講陳哲男 你們謝功在各種場合 上次媒體的節目裡面都講 有王怎麼會沒有 你說什麼謝功 龍界 龍界 沒有 我講 你們現在是 言必稱韓國瑜 言必稱謝龍界 你說謝功 你才講什麼 言必稱韓公謝功 這是現在國民黨 你們現在就是這個樣子 沒有那個 憲哥 我講候選人對候選人 韓國瑜他並沒有 對陳其邁的政見 批評說那個絕對不可能 或者是很爛 沒有批評陳其邁的家人 沒有 他只講自己的 他昨天所提出的 可是他周邊的都有 他周邊的都這樣 你不可以要求周邊所有 包含網路上 發言人在這邊 發言人從來沒有講過 對不對 所以要以團隊為準 他不是要命運招人 他不必要這樣 昨天那個場 我是跟張家補充一下 昨天那個場 因為舒嬅是主持人 其實我在看這個整個過程當中 因為昨天我們也一起 跟賴老師還有修林姐在看 我覺得其實有些地方 還是可以再做一點調整 就是說熱情有餘 控場不足 太熱情 對 控場不太熱 我現在不講是俗華的問題 我是說整個流程的時候 安排上可能可以做一些改變 譬如說什麼 我現在就直接講 他已經說有100種網友的意見 要他們怎麼改 我現在直接跟大報告 我的看法 不見得好就是說 因為王院長其實 對這個場是很重要的 可是已經兩場了 鳳山跟祁山 還有岡山 王院長其實他也真的 有一點話想說 因為他看到自己的鄉親 太高興 我覺得 賴老師 我現在就提出我的看法 其實我覺得因為 以時間上來安排的話 韓國瑜就大概7點30到7點40幾分 準備要上台 然後大概8點左右會到 不如讓王院長先進場 他先進場 因為是這樣 因為大家中午就已經在那邊等了 等到晚上了 晚到7點8點 我看到韓國瑜了 你現在給我看這個 我都已經這樣你給我看這個 我再等韓國瑜 結果你給我王金平 就是沈大老常常講的 一個醫學術叫抗高潮 我會突然就覺得很不舒服 我就看到韓國瑜站在那裡 你還沒話說話 就會一直喊 所以道路讓王院長先講 可能講個5到10分鐘之後 由王院長宣布韓國瑜進場 然後他就開始大進場 大進場也不要只有夜襲 大進場的過程當中 我們事後看新聞是OK 因為他會很多人握手 可是那個過程 那15到20分鐘 現場的人是只有聽到夜襲 他看不到畫面 所以要嘛就弄一個微波的 攝影機跟著他拍 大螢幕要出來 要不然就要有VCR 就是夜襲的VCR 然後大家再進場 到最後他走到台前的時候 因為也要管制 媒體不要先衝上來 不然舒嬅又要破印了 然後再請王院長 把這個韓國瑜拉上來 上來以後 讓他邵輩休息一下 就是韓國瑜演講了 就不會產生這種 明明韓國瑜已經出現在台上 但大家想要聽他講 而王院長卻沒講完 而有點又說 你不要再講了 那這樣王院長 對他意思上也不好 所以這些東西都可以控場 然後音樂也不要只有夜襲 因為地方媽媽根本沒聽過 女生沒聽過 或是年紀比較輕的沒聽過 菁哥都會 夜襲酒店好像在一班 但是菁哥不會去參加 菁哥不會去 菁哥會拉小提琴 所以基本上就是這一點 我早一天去夜探 夜探韓國瑜嗎 還有最後一點 夜探韓國瑜 最後一點我要講就是 韓國瑜所講的三山 他們有特別解釋 就是我所知道的 金山銀山跟靠山 他其實一個講法就是 這就跟東西賣得出去 人進得來 高雄發大財一樣 是一個非常簡單的slogan 相對於陳其邁講的AI 智慧鏈什麼產業 大家其實就比較聽不懂 他的三山就是 金山就是投資科技產業 到高雄來 因為現在比較少 希望能夠進來 金山來高雄 然後高雄的農漁產品賣出去 就會有銀山 因為會賺錢 然後市政府幫大家解決問題 市政府當大家的靠山 他的三山 基本上他的邏輯是這樣 因為昨天我看到 他們沒有特別講出來 後面的場可能會解釋 所以用普羅的語言去 這場選舉 其實也不是什麼藍綠之爭 現在民進黨是比較希望 把他打成藍綠 蔣公 什麼刺相心臟 就要肅殺 就是政治跟經濟的對決 韓國瑜現在所打的是經濟牌 不是車輪牌 不是國民黨的那個灰 這就是現在目前所看到的重點 來高雄市 幫高雄市招商 一百個人我跟他握手 一千個人我跟他擁抱 一萬個人我以身相許 陪他睡覺 我都不解讀 他真的這樣講 大家就笑了 怎麼會陪他睡覺 陪他泡茶聊天 不要想歪了 這個能夠幫高雄創造機會的人 只會是女性 他是要陪他 所以有可能是堅哥 如果堅哥你幫高雄 創造一萬個工作機會 他就陪你泡茶聊天 偉安這樣講有沒有錯 所以為什麼會是侮辱女性 我不懂 他是在用他市長的工作跟魅力 去說拜託大家 我用救的 我整個下去 大家來高雄投資 我這樣說不定嗎 邵婷 你是高雄市的 你覺得 他是不是這個意思 為什麼變成老婆要陪他睡覺 我不懂 邱瑩認為能夠提供工作機會 只有男生 反而他其實是女性 有很多女性的成功企業家 也有很多男性的 誰能提供 我再講一次 他的講法 我們盛紅龍昨天有放 誰能提供高雄一萬個工作機會 我以身相許 誰 那個誰一定是男生或女生 所以為什麼會想說 我越來越發現 你跟韓國瑜的特質越來越像 你們都是腦筋的腦口 他那一天的說法 真的沒有說男生女生 那你們就是要記錄像邱義盈這種 血氣方剛的 我再補充一句 大家看到川普跟郭台銘 在他去投資美國的這個場的時候 他特別介紹他為什麼 因為這個人 不管是男子女的 幫美國帶來工作機會 美國總統就親自跟他開自己的會 就是這種概念 為什麼會莫名其妙的變成 但如果他沒有後面 有沒有補那一句是泡茶聊天 你可以說 你怎麼講到那一邊去 OK 可是他在一秒半之後 就已經講了 這是歇後宇 現場婦女會的那個會長舉辦 我今天還遇到他 他說至少現場的這一些 來參與的婦女會的這些人 他們並沒有覺得不舒服 為什麼要 經過二手傳播 電子媒體傳播 有很多人聽了會不舒服 但是問題是 現在邱映穎的這個簡訊內容 是扭曲的 他的簡訊內容變成是 如果誰讓韓國瑜當了市長 你的老婆會去陪他睡覺 這完全是完全牛頭不對勁 這是錯誤的傳播 這必須要講 我現在看到這麼多人 在講話當中 我只看到三種身分 國民黨先不論 因為國民黨現在正在大勝當中 如果太過驕傲 交兵必敗 這第一點 以民進黨的角度來講 我說我看到三種身分 一種叫旗氏 下旗 他必須行訴一種局 那種人是旗氏 另外還有謀氏 他想要幫賴或幫蔡 這兩種 還有一個是戰氏 蔡世英可能最左下角 我先講他 他可能就類似是戰士 他是烈士嗎 戰士如果沒有戰場 沒有武器上去 就變烈士了 如果以現在這樣子的一個 九和一大選的全台的選票 觀眾朋友要特別注意 這一次除了縣市場之外 有非常多的縣市議員 縣市議員是多其次的選舉 他不需要拿到過半的選票 他就可以當選 可是立委跟總統 下一場的選舉 當然那個補選 另外五個選舉那個不算了 我說2020的總統大選 跟立委選舉那一場 他是單一選區兩票制 他是總統對總統 只要沒過半那個人就是倒下 所以這些戰士們 他們可能不是假的 等一下我們會講 有人在講段一康是假的 他們可能不是假的 因為他真正體認到說完蛋了 以現在這樣的投票的一個 目前的藍綠比 連高雄都已經過半是韓國瑜 然後雲林 彰化 台中 一路下來全部還有嘉義市 都是國民黨下營 所以也就是說這些地方 下一次在選立委的時候 總統要贏基本上天方夜談 不是沒機會 機會非常小 立委我都會直接對半砍 所以這些立委他會出來講說 蔡總統是不是可以 直接放棄你現在的連任的想法 你就不要連任 好好講當一個所謂的 就是被位的一個實權者 所謂的虛位的總統 實權的隔魁 讓賴清德好好的去救 這最後的一年多 這是一種說法 你看段宜康的跑去立法院裡面 去痛罵賴清德20分鐘 其實大家看到很多不理解 你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覺得這還要時間 來證明這一點 我先說我的個人看法好了 他罵了蔡總統 想改革 但是沒有論述改革 然後罵了賴院長 你今天連一個公投案 都沒有派出辯論的代表 是一個莫名其妙的執政團隊 他罵了20分鐘還派出 可是他沒有罵陳菊 所以他要告訴人家 陳菊去宜蘭 陳菊去新北 陳菊去高雄 然後全書 不是陳菊的錯 陳菊在高雄還是很好 是大環境不好 是蔡總統讓人民討厭 是因為討厭民進黨 所以賴清德跟段宜康 跟陳菊都是新潮流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 所以基本上來講的話 蔡總統現在應該直接 已經面臨到我們之前所講的 今日逼柯明日拔菜 現在的大敗 他可能不一定會是 2022年總統參選人 可是他還沒有放棄 所以他找了他最心腹的這一位 以前跟他搭檔過選總統 但後來沒有選贏 然後柯建民也想說 終於要換我當立法院院長了 結果硬生真被拔掉 那就蘇嘉全 蘇嘉全昨天的講法 跟今天有點修正 昨天晚上當這個上報 揭露了這個獨家的新聞之後 蘇嘉全在晚上緊急的 透過他辦公室講說 沒有 總統在官邸裡面 密會這些縣市長 沒有我 我在外面有參會 我可以找人作證 還講到作證去 所以我沒有跟蔡總統 講這個事情 今天早上是講說 大家都要去思考 目前的定位 到底我應該做什麼 所以他也沒有抗拒 他先否認我跟蔡總統講好 我要辭掉立法院長接當主席 觀眾朋友 這個會有後續的影響 為什麼 因為如果蘇嘉全願意的話 那等於是一個魔鬼的交換 你柯建民要不要支持我蔡英文 因為我把立法院的院長缺 控出來給你的 終於能夠當院長了 以現在的狀況 雖然國民黨大勝 可是立法院結構當中 國民黨立委還是少數的情況之下 柯建民想要繼續 接這個立法院院長不是問題 所以他就遂了他的心願 不會感謝 你沒有選擇 沒有選擇 我已經等那麼久 你把我拔掉 你現在還我一個公告 感謝什麼 對 所以我說變數很多 至少如果說蘇嘉全 蘇嘉全如果真的願意 放掉立法院院長 去當黨主席 那就是講說 蔡總統在他 這麼大發的情況之下之後 還有一個心腹在當黨主席 所以他在考驗 蘇嘉全的忠誠度嗎 基本上是 不用考驗 絕對忠誠 絕對忠誠 他就是他的人 對 好 所以現在就變成是 誰來當這個黨主席 就會影響到 之後的總統參選人會是誰 有人講說 可是賴清德院長 現在直接把他拔掉 不要讓他當院長 他就沒有舞台了 你就沒有對手了 也不是這樣講 如果現在蔡英文 直接把賴清德拔掉的話 他正好可以開始全台東State 他不需要當黨主席 他還是被一個失敗者蔡英文 給硬生針拔掉的 行政院院長 還有悲情的形象 對 他反而直接就變成當選人 所以蔡英文也不敢這麼做 所以蔡英文跟賴清德的角力 正在開始當中 到底誰會輸誰會贏 大家講林宥昌 林宥昌只是去代理 鄭文燦的林宥昌是我那時候 就是猜測的其中兩位之一 原因很簡單 跟劉川峰去湘北那邊 找安西教練沒有關係 他只是因為住得比較近 所以基隆跟桃園是兩個 唯二 離北平東路 民進黨莊近的地方 三個月故度而已 誰會是真正三個月之後的 那個黨主席 那個黨主席他是誰的人 是賴清德的人 是蔡英文的人 會決定民進黨的下一步 不是中間講說不可以談政治 也不可以上台嗎 現在已經上台了 你就應該把他抓回中間去 不是嗎 觀眾朋友 他只有上台 插五公分 插五公分 有主有真相 大家看一下 我來又插一盒 大家你看 爬到最後的時候 這個深紅色的這個是舞台 深紅色下面的這個是樓梯的 最後一間 沒有 應該大概10公分而已 所以就在這裡 就叫做上街不上台 致詞不演講 那麼公開的有相關的一些報導 但是我沒有接受採訪 阿扁的五公新法 我也跟大家講過很多次 就叫做衝突妥協進步 他一定踩你紅線 前進五步 倒退兩步 他還是贏了三步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他畢竟在高雄 現在蔡英文跟陳菊的勢力 慢慢的沒有辦法 Hold住全場 所以他敢挑戰你 不然你要怎麼樣 不然你是不會怎麼樣 然後把他抓回去嗎 這是陳瑋扁跟陳志宗的部分 不過秀琳姐 我真的要剛剛補充一下 因為我們剛剛談到現在 有圖有真相 我先讓大家看一下 就剛剛高雄鳳山報場的一些 相關的東西 你們都喜歡看開心的 我先跟大家講 平常我都用電腦秀圖 今天特別要出動我的小iPad 為什麼 因為只有這個 這就是盧彥廷先生 我們現在秀琳姐用的這一張 右下角有寫 盧彥廷先生的臉書 他非常的專業 他使用了空中的3D攝影 因為只有這樣子 我們才能夠完全的看 這是主舞台 剛剛邵婷跟大家講 現場擺了2萬個椅子 可是因為大家都站著 很多人擠進來 所以應該裡面就大概有3萬 你要看 因為觀眾朋友去看 深喉嚨的影片 在網路上面還有YouTube 韋漢曾經對於 1014的陳其邁的那場風山造勢 提出了幾點看法 包含了民主香腸沒有人 包含了空位中間有空隙 包含了動員的軟車很多 每一項都當公道歌 因為王津平是公道博 韋漢當公道歌 我每一項都評比 我絕對不會漏掉 一個一個比 所以現場裡面是這樣 把它放大一點看 是不是人還是有空位 是人 OK 我們再回來看 後面這裡轉過來看 它不是一條路 這個是維新橋 這條維新橋 它上面已經全部都佔人 而且你看這裡有椰子樹有沒有 所以基本上他們在那裡 應該是指聞其聲不見其人 我的韓哥在哪裡 看不到他也要擠進去 因為大家都已經瘋狂來了 所以你把整個的這個影片 這個360度 大家網路上可以去找 全部滿滿的都是人 後面有個獸魂碑 等一下我會有這些照片給大家看 還有這個就是香腸博 香腸博已經被包圍了 他完全沒有辦法離開 這是獸魂碑 全部擠起來 所以3到5萬人 5到7萬人都有人講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 至少保證講 不會比陳其邁10132少 這一點大家先有共識 好 既然沒有比他少 怎麼來的 大家就要開始看了 當天的6點不到的時候 開始相關的車站 包含了台鐵跟大東站 剛剛少年來講了 已經開始湧現人潮 這個是天還亮的時候 大家走出這個站 開始往那個方向走 你要看到現場 陳其邁的場合 是有很多舉牌的 我是哪個議員的 我是哪一區 我是第幾車 這邊沒有 全部都只有兩樣東西 一個叫國旗 一個叫礦泉水 然後剛剛我給大家看的 售魂碑這裡 整個因為裡面已經爆場了 我擠不進去了 我想要高一點往上看 所以都擠上這個杯 好 在這裡 然後我剛剛所講的 在鳳山曲公所前面 也一直到了晚上8點9點 都還有人走 然後賣東西的香腸博 你看到香腸博被包圍了 這就是照片 就是他的攤商 因為我是自己來的 所以我才會去買東西吃 這是一樣的評比 然後來看這兩個不一樣的人 旁邊有一家素食店 在韓國瑜的造勢會場的時候 非常多人 大家有進去買東西 到了10點 他這個是開到2點 沒人 再看一次 這有圖有真相 本來很多人活動結束沒有人 附近停滿了機車 同一個角度 在活動結束以後全部走光 這就是重點 就是他們是騎機車來的 剛剛玉米在講 騎機車來的 有沒有 停滿滿 然後活動結束以後沒有 另外一個角度 另外一條路 連公園裡面的草坪他都上去 這個請勿模仿 我們上景宇 但是因為大家太熱情的來了 活動一結束全部走光 所以就是這樣子 然後大家看 這是大東站剛稍微人家講的 大東站應該去查 我相信應該可以查得出來 應該是有史以來 他的單日的流量最多的一天 大家看這個時間 這個是9點40幾分 就是9點06分 就活動剛結束的時候 大家散場 然後開始走 到了10點的時候 就是完全空了 所以不是說一直都有這個流量 是活動的前跟後 他們是坐捷運來 他們是搭騎機車來 這才是重點 然後剛剛講散場 有一個畫面大家要看一下 這是散場的畫面 如果說大家是坐遊覽車來的 我剛剛講散場就是離開 可是有一個網友 他想要去參加 可是因為他到了這個時候 已經結束了 所以他就朝著反方向 大家往外走 他往裡走 他一路拍了整整9分鐘 全部都是往外散的人潮 而且很多人走到一半 突然好像是著模一樣 韓國瑜凍蒜 韓國瑜凍蒜 旁邊沒有韓國瑜 但是他們還是有嗨 從這個人潮可以看 跟我去日本看花火節煙火 散場人數差不多 這個影片整整9分鐘 人在往外走 他要往裡面走 這就是韓國瑜那天的人潮 所以我剛剛講了 包含了機車 包含了攤商民主香腸 包含了附近的那一些 素食店跟便宜商 去問他就知道 到底人多不多 所以就算你人數 陳千萬要講說 沒有比我更多 但是人數就算一樣 其實我覺得至少有5萬 大家剛剛看的那個圖就知道了 他的熱情度是完全不同 所以看完了這一場以後 大概心中都已經有了解 因為這是強者欲強的一個道理 大家會開始往韓國瑜方向去靠 所以接下來的 還有四場的活動 就會決定這場高雄的選戰 不過其實我內心 已經有很清楚的答案了 有一家比較不是那麼 對韓國瑜友好的電視台記者 他在韓國瑜的一個行程 上車之後他就敲他的車門說 不好意思 因為他已經上車 通常都走了 然後一看到他麥克風 當然是不是友善的 韓國瑜下了車 因為他常常會把那個襯衫 再塞到他的褲子裡面 一邊塞一邊講說 來 你要問什麼 那個記者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那個韓總 因為他叫他韓總 是負面的 要問他黑道 沒有問題 長官招待 我都瞭解 來 那個記者後來私下 在他的記者的群組當中 講說他覺得韓國瑜 讓他覺得很感動 你可以不要理我 一正正如講說 你這一台 一看哪一台麥克風 可是他沒有 因為他當時掌聲交代 對 所以我意思是說 陳其邁當然他也看到了 韓國瑜的網路的寒流 跟媒體的這一些空軍 我跟大家講 現在不只是空軍 然後鳳山大道士叫做陸軍 很多人都在講還有海軍 海軍是什麼 海軍就是潛到海裡面 你根本不知道 他沒有在網路按讚 他也不會出來發聲 可是最後等到這個 對 等到最後 他浮出海面的時候 他會衝到投票所 把票投下去 所以當陸海空三軍 都到位的時候 韓國瑜就會贏了 陳其邁今天應該是 公開的去面對所有人 對他的質疑 不是吵嘴 而且他沒有去 單獨的針對自己的政見 去把他的東西講清楚 而且對於韓國瑜所提出的這一些 大家有回應的點 又勞又窮 東西賣去大陸 對 你剛剛我們看到那個片段 他質疑情會住不懂高雄 你要選高雄市長你一定很懂 請你告訴我 現在你所做的 現任的 在城局的尾巴 現在將許立民代理的 這個高雄市 在縣區部分農產品賣出多少 他剛好像講一個金鑽鳳梨什麼的 對 他說現在就有賣了 他說現在就有 不是完全沒有 那一樣的道理 現在高雄六合約是一樣有入客 可是是以前的幾倍 是幾分之幾 那攤商希望是多少 六合夜市的這些觀光產業的 這些遊覽車司機 他希望是多少 這輛車司機希望人進得來 是多少人 是現在的幾倍 所以不是說高雄已經沒救了 我們台灣是民主社會選先運 陳其邁跟韓國瑜 都是高雄市長參選人 他們誰來當 高雄都會繼續往下走 可是你要提出 你比對方好的證明 你不是只去吵嘴 而且現在同文層 這個就對他來講 基本上我來講就是加分不大 就是鞏固基本盤 包含了邱惟營的那個賠稅說 也是一樣 你說我們這樣把整個的那個原因 我們前兩天聲喉嚨給大家看了以後 大概就理解 你可能可以對於韓國瑜的 那個當天的詭諧也好 或者是他的比喻也好 你可以認同 你可以不認同 但是你不可以把別人沒有講的話 塞到別人嘴巴裡面 說賠老婆睡 直接跳過去了 好 那有沒有用 有 我跟你跟大家講一定有用 因為立馬差不多10% 15%的人說有夭壽 要睡人的魔法就會俄語 就會覺得說韓國瑜好黃 韓國瑜好黑 他是黑道 他以前都打成那邊 韓國瑜好愛賭 他要開賭場 就是用這些 就是去把別人踩低來墊高自己 這是傳統的選戰方法 所以現在看得出來就是 陳其邁他是意識到 他的30%的領先 為什麼吃到現在黑幼去 他現在直接的反應就是 我的空軍輸了 所以我要回到媒體去應戰 可是他是回到左邊右邊 都是自己人的情況之下 到同文層去應戰 所以效果不會有我剛剛講的 韓國瑜那麼好 韓國瑜是直接到 對他不友善的電視台 直接回答你每一個問題 直接回答你 我以前如果我是黑道 我立刻退出高雄市場選舉 一次大家都看得清楚了 你敢於面對挑戰 這才是重點 我剛剛那邊看 人家在跟堅哥討論 就是說我覺得這個 因為我韓國瑜 去採訪立法院長年 19年了 所以當然我都看過 每一個委員 每一個政治人物的不同的面 因為有時候你可能比較積分一點 你動作比較大 或言辭比較犀利 但是最近在參選的陳其邁 應該說從今年的 民進黨高雄市長初選 過關以後的 那位陳其邁市長參選人 他就不是我們剛剛看到 影片那個樣子 所以這個影片 其實對他是會有傷 就是說原來你過去在立法院 是這麼的harsh 而且你可能甚至是用 潑水潑張慶忠這樣的方式 你也不跟他講什麼 他只是在講 他主席在講一個事情 你就潑他水 這個我覺得 對陳其邁委員來講 是形象上會有一點影響 因為現在的陳其邁是很溫和的 原來過去他沒有 你想像中那麼溫和 這第一點 第二點除了這個影片之外 這些網路上也都在流傳一個 4月5號才剛剛 通過民進黨高雄市長 初選之後的 一個華視新聞的專訪 問陳其邁三個問題 你的兩岸政策是什麼 你最想跟 你如果當市長 最想跟哪一個大陸城市交流 兩岸是不是一家人 三個問題都答不出來 其實我後來有遇到這一位 專訪他的主播 陳子健是網模 他說那一天 他不知道對方為什麼都答不出來 因為那個題庫是有交換過的 而且他也覺得對方是 他有事先提供的題庫 對 然後他也覺得說 陳其邁的回答是沒有回答 因為至少哪一個城市 趙天林尚且有高雄跟深圳 高深論壇 結果後來再初選就大敗 因為畢竟可能 這個在民進黨之爭裡面 是不認同的 但至少他有提出 你問的時候 你最想跟哪個城市交流 他講了大概兩分鐘就沒有城市 兩岸的政策是什麼 就說我們有兩岸小組 兩岸是不是一家人說 我們可以尋求南島語系 可能有多元的想像 就等於沒有回答 現在來看 現在網路上在傳這個影片 對陳其邁也是有傷 以那一次的 那樣子的問答的內容 即使交換過題庫之後 他都答得不是那麼的流暢 我對於明天的這一場 就是辯論會 應該是證監發表會 他基本上沒有直接的辯論 證監發表會 對 就明天的證監發表會 我對於韓國瑜的表現 是我評估是會 絕對是會超過城市邁 很簡單 這並沒有什麼政治喜好的問題 就是因為城市邁 這次用比較堅塞的語言 高雄要AI AI智慧城市 然後產業鏈 結構鏈 這些東西 沒有批評的意思 你在台灣任何城市 大家其實都聽不太懂 韓國瑜的講法 我剛剛講 三山 金山 銀山 靠山 東西賣得出去 或進來高雄發大財 這個東西民眾比較能聽得懂 所以證監會之後 我相信就是以論述的方式 剛剛所講到 庶民語言 說給人聽 不要說這樣 亂說了 你的重點是什麼 所以差別在這裡 可能在論述上 陳其邁也不會占到什麼便宜 我是此詞請問大家 陳其邁如果潑水算過激 我請問過去韓國瑜打的 那怎麼講 他還不是打一次 他偷襲純水扁是偷襲了兩次 用偷襲的方式 而且打到陳水扁腦震盪住院 我請問 是潑水比較激烈 比較過分 還是打人 都不好 所以韓國瑜有出來道歉 陳其邁要為張清東 沒有 那時候我要韓國瑜道歉 他也都沒道歉 他那個時候就道歉 1993年 他罵段儀康什麼小B.A.3 然後罵我們蔡英文 什麼領導的民進黨的執政 吃香喝這些 他說他道歉他通通都沒有 這個不需要道歉 那你們過去批評國民黨 你們也沒有道歉